YO!我是波子 當我是街毛毛利 就走在一個玩具店的時候 我發現了這一盒 它說這個是Sea Monster 成功養到的時候 是會有3cm長的 差不多1吋 那我就很好奇 馬上買回來試試是否真的能夠養到 那事不宜遲就馬上去看看 原來不關事的,是垃圾 原來是垃圾,我差點以為是垃圾 不然這個是蓋 首先有一個說明書 簡直是生物鑑證科圖 這隻將會引浴在我的肛中 是這隻啊 這隻其實是一隻叫做Triumphs的生物 它的學名叫做貝鑑木 有些人叫它恐龍蝦 有恐龍的時代的時候 這隻恐龍蝦就已經出現了 那這隻Triumphs 它有一個像背甲的頭部 頭上有一對眼 而尾部的兩邊 有一個很長的尾叉 通常就生活在一些很淺的水塘 被人稱為是活花石 嘩,只能看到有些磨管蕩 好像那些... 誘人 它是來自送魚光給你 很搞笑 然後有一盒東西 是甚麼來的 白粉? 這包是一包沙 那這包呢? 哎呀 是那些蟲蛋 還有一張背景圖 甚麼事啊,我又不是養這些 不要緊,就放進去吧 實驗步驟 首先第一步 用蒸餾水或過濾水 沖洗一下這個蟲 倒水 倒到頂部剩下1.9cm 糟糕 我看那些沙好像不夠平坦 好像變成沙丘 不要緊 好想我經常喝檸檸檬 讓我留下這瓶 那是匙羹的 把一半的幼苗倒進水槽裡面 好緊張啊 不是開玩笑 哦,它說當我放了這些幼苗蛋 幼苗的蛋 一會沉在底 然後有營養的海苔 就會浮在面上 即是說 在沉著這些 可能已經是海怪的蛋了 接著是否要放食物呢 原來不是的 它說 當你等兩天至四天之後 你就應該看到一些 枯化出來的幼苗 當你發現的時候 就可以放少許的資料給它 而大的幼苗 是會把小的幼苗吃掉的 剩下最大的幼苗 就可以養三周之後 就會長大成 可能0.5英寸 即是說 三個星期之後 就會有一隻這麼大隻的海怪 在這個岡裡面 但我還沒想到 那些水怪出生應該改什麼名字 就叫波仔 對,波子 小小顆 生出來的 是仔 那就叫波仔 對呀,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放一些東西在這裡 我想應該不用三天 我媽媽就當作是污水 以為我是豬身蚊蟲 那怎麼辦呢 叮噹 沒錯 首先這張東西一定是貼在後面 作為一個背景 那我只要在這張東西後面 寫著大大隻字 內有波仔 括弧水怪 這樣大家看到 就不會把這個 是一些污水 就不會倒了它 MUFFIN看到也不會喝了它 更請期待波仔的誕生 掰掰 掰掰